刚刚跑完12月5日的谷草赛后 我们又有很多资予排位计算表的用者 这一天是波赌大赢 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资予排位计算表的用者 也是我们VIP资料的会员 他的名字叫阿荣 他就问他说我们赛前一天 有推计一匹同情放头的实力码 即是快放码是底巴长的美丽日子 他说这一天是不是另外有两场 也是同情放头实力码的场合 你说的没错就是第五场和第七场 如果你去第五场 是四班1650 如果你去实力码那里 你就会看到同情实力码 这里 你就会看到这一批 虽然是五班的欧洲之星 但是他的时间 虽然他走的是三二 但是他基本上 后大半段都是在外电望空的 所以基本上他是一笔放头码 可以称为放头码 再看他自己做的头段 这是他自己做的头段 是75.59 是快过五班的76.8很多 也是快过四班的76.7很多 而他本身时间 1分39.11 也是快过四班的1分40.36 所以在这一场 我们的码胆就是欧洲巨星 如果你是去职业数据库的话 你看时间 看时间再去短度时间 如果你选今季谷草1650前两名的话 你会看到欧洲之星 原来是今季谷草1650 它是第一块的 所以他也是一匹同情的放头实力码 所以这一场是我们的心仔提供道 这一匹马就做胆了 好了 那 荣问 我们第五场 另外那四匹马 是不是 又是根据快时间选出来的 没错了 如果你去第五场那里 你去那个计算表那里 如果我们选择上三象 上季至今 谷草 1650 实力就是前世鸣的话 你会看到这样 但是由于我们是快时间 因为这场是快步速的 所以把时间拉过来 那时候你就会看到 是有两匹 上三象 是万马 欢腾 和八太子 所以你看到我们 在VIP之路里面 顺着 万马 欢腾 八太子 那如果你去上季至今的同情 即是不是上三象 上季至今的 就有一匹 是多了一匹的 那一匹 那一匹 那 欢腾就不是 这个是 后避码 就多了一匹 官自在 OK 但是官自在 我们没有要到它 由于它的形状不行 有疑点 如果你选 官自在的话 贵内 上三象 贵内 跑四象 三象都是跑同情 是吧 你看看它 都输得很远了 八个星位 五个星位 而且这个形状不行 所以我们就没有选到它 那我们就选了 两匹 他情的实力码 贵内的码 首先就是很有益 因为它是 贵内的 上象的他情实力码 是吧 记不记得我们说 永远都是同情实力码 做主 他情实力码做父 接着另外那一匹 就是另外一匹 四班千六的 则身码 竞进飞鹰 他是前将 也是今季 在田草一里 跑第二 所以在那个 VIP的资料里面 我们就是 万马欢腾 把太子好有益 竞进飞鹰 而马胆就是欧洲 之星 这场的一拖四 就是中了全日 第二冷决的Q 五百八十三元 而这样找出来的正正是根据 快放码 就是同情快放实力码 是这样找出来的 就看时间 你看到 结果这一场 欧洲之星这一场是放头 他做的时间是1分16秒26 就是76.26 76.26的话 如果你看 四班的正常部速76.7 他是比较快的 他的时间是1分40秒16 也是比四班的1分40秒36 标准时间 所以当他快放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要选哪些码 内荡 或者是同性实力码 是快时间的 这个是第五场 我们看看第七场 第七场 同样的动作 在这里 同性效力码 是不是 你就见到 上将跑第一的奇峰 是放头的 时间 快过标准时间 前速 7607 亦都快过标准时间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场 就用他来做胆 好了 然后呢 拖呢 方法是一样的 上季至今 上三丈 谷草,1650,接着是名次 你就会见到,这个是末段,由于这个又是时间会快的 所以我们要用本身时间去看 你就会见到期风指定明珠,威震天快乐快利宝 这些在前面,4匹,如果你看上季至今 你就会见到最快的5匹就是 快利宝,威震天,奇风,指定明珠,小岛而程 所以我们这场是用上三仗 上将最好方格不奇风,因为最快就拖上季至今同情实力码 最快的5匹就是最快的4匹 快利宝,威震天,指定明珠,小岛而程 所以你看到我们在那个资楼上,第7场也是奇风 指定明珠,威震天,快利宝,小岛而程 结果这场一拖4亦中了Q 连三龙仔都中了,因为快利宝跑第三 而这场的Q是全世界最冷的Q,1200 而这场三龙仔是过万的 我们亦有很多VIP的会员 亦中了这场Q和三龙仔 再看他的时间 你看到吗? 奇风这场是放头 他做的时间是1分16.07 即是716.07 716.07 是不是快过正常的补促? 是吗? 是快过正常的补促 而最后的时间是他自己做到 跑第二那个是1分46.65 跑第1分62 都是快过或者等于标准时间的 是不是? 那就是说如果一匹同程的放头实力码 如果这场是有放,是快放的话 最后的结果又是和同程实力码快时间有关系 是不是? 你带到所有很冷的码出来了 那我们这一场 继续表里面 那个马胆当然是用奇风 是不是? 所以我这两场胆都在了 那我们再看第八场 第八场呢 这个阿荣就是我们的VIP会员 他就非常之生气了 第八场 就怒气 他就说他就买了第五场 的一拖四 因为他是我们的VIP会员 就根据这个表来买 欧洲之星拖这四匹 中了头冠 亦都是买第五场 奇风拖这四匹 中了次冠 他是买一拖四 Q过关三穿四 跟着再搭第八场 还用美丽日子来拖这四匹 那他就过了头两关 那他就怒气做 是因为美丽日子 是完全是没有心情去放 完全都没有放在内档 竟然在后面 我们提供这把马 是预计他会放 但他到时放不放呢? 就不是我来抓铁的 因为奇那个不是你 不是你阿荣也都不是我 所以我们是没得控制 但是记住我们不需要怒气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既然参加这个游戏 赌码的 基本上所有的对你 投注不利的形势 是包括在里面 要不然你不会玩这个游戏 所以需要什么怒气 是最重要的 你懂得方法 我们有说过 当你懂得用同乘手码 那个场合 用快放码来做胆 而我看时间来拖的话 你是可以不断重复又重复的 所以这一天有三场 中了两场冷戏 当然了 美丽日子就没有放到 那我们就没办法了 他不放就没有 因为他是放头马 那我们再看发生什么事了 这一场放头他就不放了 变成穿条飞到就放了 那穿条飞到放的时间 你看看是1分17.05 即是77.05 如果看三班的正常步速 是76.45 他变成了一个慢步速 当你慢步速的时候 这个方法 所出现的QRT 就全部就会掉转了 所以你看到一批 这批红棍发财 排外档可以冲上来 因为为什么 前面慢 所以他才可以冲 如果是前面快的话 他在后面跟到起咳 他是很难冲的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局 胜利专家跑第一 他是一批千四马上来的 正正是因为 美丽日子这场是没有放到 而出现了一个慢步速 所以 那个结局就错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那当然 这批美丽日子 什么都要留意的 因为他现在61分 跑完这一仗 他就落四班 一落到四班 跑一里 找个小孩减磅 那他真的 是会很冷静的 可能 连者是这样去部署 也都不奇怪 所以不用生气 因为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 已经掌握到一个 非常之有用 对你以后 可以尽量到大野的方法 是什么方法 就是 后同情的实力马 而且是快放马 意思是 他的前速快 最后的时间 也是快 这一日就出了 三场 其中两场 就中了 而且是 全部都是全日的最冷的大冷桥 为什么这一日 这两场 开大冷桥 正正 秘密就是这里 因为这两场 都是 我们一直推介给你的 后 QT的系统 是不是 这个 QT了 T一个慢的 根本就是一拖四 第五场也是 冷桥 一拖四 也是搞定了 所以记住记住 职业牌计算表的用者 永远都要去 每一次去实力马那里看 找这些场合出来 当你有这个表 你知道很快的 几分钟可以看完全部的赛事 是不是 当然了 这个数据负力也都绝对不可以缺少 因为 你去看时间那里 就看到 你不信的东西 是不是 欧洲智星 是最快 而且你看 这个旗风 其实也是快的 它在这个位 它上面有二三班 下面也有三班的马 那些时间 是不是 所以这两场的爆冷 其实之前是常常发生的 相信以后也都常常会发生 所以记住记住 这些系统 这些方法 这些秘诀 你必须要掌握 那当然了 这些排位计算表 你必须要有 和好好地利用 OK 好了 阿榮你不用生气了 OK 无论如何 我都恭喜你 因为你五百六十元 过了两关 你卖五元住 都收了三百五 都不差的了 OK 继续努力 都是那一句 你还会有牌中 而且还会有牌中 大野 这一天 我们很久没有见的江叔 江叔就是很开头的时候 是第一位跟我们分享他 报道大野的方法 江叔 他就来了个电邮 他这一天就非常之开心 因为他这一天 几百元的投注收了五十个 你没听到 是五十万 江叔说 他这一天的心水 有四场 跟我们是差不多的 是一样的 分别是第七场 他亦都是VIP的会员 所以他的一拖四 是第七场那个 用快放马 的一拖四 就是说是用 奇风来做胆 拖领亚那四匹马 和第八场 亦都是用美丽日子 拖我们的四匹马 然后他说他第一二场 一拖三的心水 跟我们是一样的 就是第一场 我们的胆是易得 就拖这三匹 在那个计算表里面 一拖三 那就 中了一条Q了 易得是爆冷 百多元 而第二场呢 而第二场我们的心水 提供就是一拖三的 就拖欧洲巨星蛋 就拖雷超大地和平王家魅力 那这场也是中了Q 因为开欧洲巨星 王家魅力 这条Q三百多元 而第一条Q呢 就是二百零二元 那建叔就说他这一天 就怎么买呢? 他说他用第一场 第二场 一拖三 一拖三 就是跟我们的心水马胆 他说他自己都是 心水马胆是一样的 还有第二场 一拖三 就卸落 第七场 一拖四 就是千二元那一场 就是他用奇风做胆 拖四匹 就买了三穿四 Q过关 买了五元住 就是三百四十五元买 然后再用第一场 一拖三 第二场的一拖三 就是我们的心水马胆是一样的 就输到第八场 那份美丽日子是一拖四 他就说非常开心 他说虽然美丽日子他不中 但是他中了三关 第一个三穿四 就是第一场 第二场 还有第七场 第一场是派二百零二元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宜得搭天尼地 第二场 是 欧洲巨星搭王家魅力 是不是 第二场 欧洲巨星搭王家魅力 是三百七十三元 接着他的第七场 也是一拖四 就中了这场的Q 就是一千二百多 他买了五元 住三穿四 是三百四十五元 就收了四十九万多 另外呢 他就用第一第二四六 第八 由于第八就不中了 就没有放了 所以收了几千元 他 total收了五十个 他就在这里非常之开心 接着他就说 他说 很多谢我们之前在这个频道里 介绍给他同情实力放头马 去怎样选QD马 那个秘诀 他说非常之好用 他就在这里 就多谢我们 叫我不用在这里说了 他说他明天会去捐钱了 他会捐两个地方 第一 就捐他心仪的慈善机构 和他附近的老人员 他说他都会去捐 就叫我这里说 你放心不用说了 不用这么吹 那好啦好啦 那记住 总之呢 帮到大野这些善事 就必须要做的 OK 那我在这里恭喜 很久没见的江叔 OK 还说一句继续努力 OK 你以后还会有牌中 而且还会有牌中大野 那如果你还没有这两个表的话 即是职业牌计算表 和职业数据库的话 我就建议你 现在 立即去这里 即是我们任何的video的下面 如要订阅请去以下 按这个位置 按进去 你就可以立即订阅这两个表 因为订阅这两个表 你每个赛逸的成本 都是三十元而已 几乎等于你买一本马寶 的价值差不多 OK 如果你在这个频道看我们的video 而你是没有这两个表的话 我们一直一直推荐那些很有效的方法 你可能会跟不上 因为未必知道我们讲什么 但是你是透过第二些 例如报纸 马寶 或者上网那些 你要做到的效果出来 你会花很多很多时间 是绝对不值得的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人 钱是可以找得回 是时间 这一世都找不回 OK 所以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一跑马跑两天 就忽略了家人 特别当你有小朋友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是非常之不值得的 OK 和自己最深爱的人 将那些时间花在他们的身上 这个才是最快乐的事 OK 所以千万不要做 为了跑马、倒马 去忽略了身边最爱的人 所以要做这个效果 你就必须有一个很快 可以令到你做到很多效果的工具 而且那个价钱 等于买几份报纸 和一份马步的价钱三十元而已 所以如果还未有的话 我就建议你 立刻去我们任何的视频下面 要订阅请去订阅一下 立刻订这两个表 订到之后 如果你还未订阅这个频道的话 我就建议你在这个位置按订阅 订阅 因为有新的视频一出 你就立刻会知道的了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我们一路会教你 如何利用这两个表 去有下感跑马 而且会告诉你 建议用什么方法下注 是最底的 意思就是说是用几个水 是薄个饼 千万不要一个菜鱼 买过千 几千元 都说了 除非你是有钱佬 我没有东西说 如果你不是的话 如果你是打工仔的话 如果你每个菜鱼买一千 或者几千的 你是不需要的 你是可以 只是买几百元 然后将剩下的那些 那些过千元 立刻存在 将它用在 每年请自己家 亲爱的家人出去旅游 或者将它放在你自己 如果你有小孩的话 放在他们以后的 大学基金里 这个才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 你又开心 家人又开心 所以如果你是平时买很大的 请你听我的建议 立刻CUT 每个菜鱼买几百元 但买几百元 不代表你赢不到大钱 你必须要很smart 聪明地去拿住 的意思 在这个channel 我们教你的 运用这两个表 所选的码 全部都是一类码 就是实力码 重要的是说三个 实力 实力 就是更像的 因为为什么 跑马是一个运动员 就是人类游泳 或者比赛 跑步 实力 更像的实力 才是最重要的 等于买浪拿到 难道你买之前的大寿 现在是斯朗 他是更像的实力分子 等于你是打麻将 打麻将 讲求什么 不是讲求运气 所以打麻将是讲求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 记牌记牌记牌 只要你天天练记牌 长线同一阵 不太懂得记牌 或者不注重记牌的人打 不太懂得记牌 不太懂得记牌 但不太懂得记牌 不太懂得记牌 这个道理 在赌码是一模一样 因为你护的麻将是实力的麻将 所以我们在这个频道 教你 或者建议 或者推介 两样东西 第一 你打麻将一定要去 基本的地方 即是你所买的麻将 必须是实力最好同情的 而且还有更像的 第二 你的买法 投注的策略 必须是以小博大 必须要用过饼 来做一个目标 即是等于你五倍的麻 你买五个水 WIN 你是过不了的 是吧 所以你做 这些买法 就放弃了 所以就不是 所以我在这个频道 教你一样东西 集中买实力麻 第二 集中用小本 去博大东西的方法 去令到你做到那个 以小赢到大的效果 第三第三就是非常之重要 千� 달,千� quay,无买太大 最好就是无过 1000 你打工进的话,如果你现在买过 1000 听我说,立即ano carre separately 或者是3 kec 4 kecara 卖 然后,做什么 拥有这两个表 这样呢,你就一直在这个hero 跟着我们要去 有很多新东西就要来到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可能跟不上了,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如果你知道的话就很容易像我们用者那样 可以整天整天中到大野 所以还有的话 建议你现在努力按这里 如要订算以下努力按这两个表 因为分钟在未来的岁 博到大野那位人士就是你了 千万别不信 我们有很多用者都是第一次用 就立刻博到大野 如果你是想学多些 关于如何用小本去博到大野的买法 或者爬马的方法 当然建议你订这里 按这个位置订阅 新的视频你就不会错过了 如果你觉得今次的内容对你以后的爬马 或者简马 或者投注方面是有帮助 或者有启示的话 就不怪你在这里 在这个位置 like个大野的按一按 不断鼓励一下 好了 我就在这里 预祝你在未来的赛日 又过多关 又过多大野